选战进入冲刺阶段 民进党的部分呢 总统参选赖清德是持续强化组织战 全国信赖台湾客家助选团 在今天正式成军 目标锁定客家票源 不少九位露面的客家大佬 都出席乡挺赖清德 而赖清德一早 勤跑宫庙行程 来到了新北芦州的永连市参乡 看到民众带着小孩前来 赖清德忍不住抱过来 还意外透露说 自己的三岁孙子已经回台湾了 新北芦州永连市参拜民进党 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遇到小小孩停下脚步 我们家有一个小帅哥 你们多大 我们三岁多 这么大了 我们孙子 感参考他吗 有有有 他现在是在台湾 已经回来了 一秒变成亲切的阿公 特别是大儿子在美国生子 赖清德被执意是美国人的阿公 一向对家庭生活保持低调态度的赖清德 也难得提到家人状况 而参拜时不少支持者猝勇而上 巧乐市 柯温哲也来永连寺 但比赖清德提早走 两人王不见王 巧妙错开 谷妙主委 陈鸿昌过去曾说过 侯友怡如果出来选总统 当然会支持 难道现在改挺赖清德了吗 那主委 刚刚是不是有助赖富高票当选 还是比较看好他 陈宏昌低调 没有多做回忆 也看得出来 赖清德拼路战的成效 各族群都要拉拢赖清德的 全国新来台湾客家助选团 也正式成军 抢供客家票 九位露面的大佬们 都出席相挺 客家人这事很关键 如果客家都支持民党 民党一定赢 所有候选人里面 准备最好的 准备最好的 看起来最有总土向的 11月选战进入深水区 组织全都要动起来 记者生活财 张元杰综合报道